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6月9日 今天是星期五 來到星期五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 揭露時事 我們上一節跟大家揭露香港大都會 事件一而再 再而三就發生 有些事情真的叫做 禍不單行 全部 好像傳染病一樣 做了第一宗 就會繼續 陸續有來 這個 跟 傳媒報導完之後 其實是有關係的 即是本來這個idea 可能在你腦海沒有出現 但是由於最近的事件 就使得 靈光一閃 在你腦海出現相同的事情 所以 為什麼有些事情會一而再 再而三重複發生 這次要說的也是一樣 這個叫做國泰事件 這個叫做歧視內地遊客 歧視 和欲華 這幾個字 就是經常 出現在這個 叫做內地遊客 的腦海裏面 所以 無論發生任何事情 無論是 順境 逆境 如意還是不如意 他們 第一時間 想起的不是自己的問題 想起的永遠都是人家的問題 人家有甚麼問題呀 人家 就是 歧視你 所有東西 都是跟歧視有關 這次 就是叫做迪士尼又出事 迪士尼 裏面 又有職員 被內地遊客指控他 是歧視家 欲華 好了 本身 迪士尼就是欲華的 迪士尼是鬼佬人 鬼佬人又要去玩 你說真是哪個 更加離譜 荒誕和好笑的 在後面 內地遊客 是叫做大言不慘 更加聲稱 因為對方欲華 我要將你 全面收購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這個是付費支持本台的方法 希望大家 如果能力許可就記得支持啦 因為 現在似乎真的是反對派的媒體 越來越少 尤其是好像我們 立場那麼堅定那麼清晰 買少見少 更加不要說在香港 在香港簡直就叫做完全被滅聲 好 但是我們還是繼續強調 請大家 真的記得一定要用免費方式支持我們 這個依然是本台的主要經營手段 請大家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發 即是無限循環播放大發 還有大家可以增速播放 1.2倍 1.5倍等等 2倍速度 請大家記得確實 要做啦 好 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請繼續按閃電鍵 6月24日 6月24日 星期六下午 我們將會在倫敦舉辦一次網聚 以及這個自由香港學院 合辦一次 推廣活動 我們也真的希望在英國的聽眾 特別是想參加 想支持 香港人活動 接下來是612 香港人更加應該 出來清楚 告訴全世界 告訴中共 告訴港共 我們是要跟你繼續對抗 所以也請大家 記得報名參加我們網聚 名額有限 因為這次場地較小 這次的目標是一個小型網聚 也 主要是這個 自由香港學院 的推廣活動 我們這次也請了 國內的民運人士 的嘉賓 這個是英國 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 即是這班 六四集會我們會看到 的一些朋友 請他們來做甚麼呢 其實就是想告訴他們 我們香港人 會組織起來 大家交流多一點 雖然我知道大家可能一聽到普通話就會很反感 尤其是我們這一節 說這些大言不慘的死五毛 但是 我可以向大家保證 你看到 我們邀請的嘉賓 雖然他們是說普通話 但是 每一句話 你都聽得很開心 我們除了 講的言語 不一樣之外 我們講的內容 是一樣 他們甚至乎 比起更加多的香港人 更加進步 平時聽到普通話反感的最根本原因 我坦白說 我一聽到普通話 也是會很容易 就是把這個防衛機制打開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因為 開口講普通話 有太多 這些好像在迪士尼那樣的戰狼五毛 所以 一聽到普通話就覺得很反感 尤其是 在香港的人 因為實在太多內地遊客 絕大多數的內地遊客 都是這樣的人 除了真的少數 比較文明 我們也必須要承認 支持香港 支持民主自由的人 在整在中國大陸的社會裏面 沒有辦法 一定是少數 這個我們跟大家都分析了很多次 那麼高層次的價值觀 會擁有的人一定是少 但是反對習近平的人 反對習近平的人就很多 其實香港也是一樣 你爆發2019年時代革命的時候 有很多人 可能是對政府不滿 但是他不是 真的對民主自由的價值 可能是有一個很崇高的捍衛 但是 但是 他會慢慢 給你感染 內地的情況也是一樣 擁有那麼高價值觀的人 當然是少數 但是 對政府不滿 對人渣習近平 不滿的人 就非常之多 兩樣東西 是非常之容易結合 所以任何集會 任何反政府的行為 任何 令群眾聚焦 不要說聚集了 聚焦 也不行 唯一可以讓你聚焦的是甚麼呢 就是搞歧視 辱華 中港矛盾 所以內地一大群就是 人渣五毛 這群人未必擁護北京的 但是 就叫做財大氣粗 其實財也有問題 因為 我這一節 正正是想恥笑 這個人民日報 口中 的衣食父母 原來 就是拿著這個人民幣200萬 就想 收購這個香港 迪士尼 你的單位轉一轉就可以了 不是200萬 可能是200億 可能也不用那麼貴 現在也不知道到底迪士尼 應該值多少錢 話說這個內地遊客 就是想打尖 然後就是 因為要排隊 排隊覺得不耐煩 於是就是要打尖 然後更加 聲稱自己時間很寶貴 你時間那麼寶貴 還有空去迪士尼樂園 還去迪士尼樂園要打卡拍照 這些內地五毛 簡直喪心病確 所以又搞清楚了 我們對著這些人 絕對 不會客氣 對付他們 跟對付中共是一樣 這些人 也是 最容易成為中共的打手 實際上 他是不是真心支持 一點也不重要 他支持也好 不支持也好 被騙也好 我都沒有空理你 總之你就是我們的敵人 最無恥的 就是基本上 整個迪士尼 在這件事情上 是半點錯也沒有 純粹在這個內地五毛 就是 大言不慘 非常之猖狂 居然大叫 我要收購你迪士尼 我有200萬 他說我有200萬而已 沒有說200萬是甚麼 都可以是其他東西的 可能是有200萬億 大家都知道是不可能的 所以 雖然是叫做中港矛盾 還加上叫做迪士尼肉畫 其實肉在哪裏呢 是完全沒有的 叫你排隊也是肉畫 內地網民也 不是完全站在這個無賴的身邊 內地的網民也說 你不是吧 200萬學人收購迪士尼 哪來的自信 也有人說 可能是買到兩塊磚頭 應該可以買起迪士尼裡面的旋轉木馬 迪士尼就肯定買不到 內地網民 也不是全部站在他那邊 因為這個實在太無賴 也 看不到 有任何 就是 肉畫的成份 既然沒有肉畫的成份 為甚麼 還是要 把這個事件當成肉畫事件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 之前 所有 聲稱 說歧視 的所有的事件 都跟肉畫沒有關係的 但是 就是官方在炒狀 說歧視 說肉畫嘛 根本 是丁點兒 跟肉畫沒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這個當然是繼續恥笑你 都說得明白的 你不尷尬 就我們繼續說 說到你尷尬為止 醜 是你自己撩出來 要自己先說的 我們一定是很有空 你一有事 我們就說了 所以 我們全香港人都是一樣 無論你 怎樣又拉又鎖 怎樣制裁 怎樣做盡壞事 我們所有人 的意識 都是對準你 一定跟你繼續對抗的 你慢慢害怕 是不是 眼超超 李家超 你看著你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精彩話題要說 這個時間考慮在這裡 對 這個時間考慮到這裡